看一下我这个毛衣 这个落尖这个怎么算呢 需要支多少行怎么算呢 我给大家用这个图片这样看得清楚吗 这就相当一个厚片 这是厚领 这点呢 咱们今天就算这点的距离 算一下这点的距离是多少 这点距离怎么算呢 这个帧数 你要是支毛衣起多少帧你都知道 这是一片的帧数 我这个是144帧 这个领子这儿 这个领子我跟大家 这是固定的 一般都是18到25厘米 这个呢是后领的距离 你要是支领子大小呢 你就在这个中间呢 进行调节 我这次呢按18厘米计算的 18厘米的距离呢 我这18一帧的这个密度 你还要算密度 咱们支毛衣不都得算密度吗 我这一帧的密度是2.4 那这儿呢就是 18乘上2.4 18乘上2.4 43帧约等于44帧 这儿写44帧 44帧以后你这儿还不正好是 144帧吗 那我这边是50帧 这边是50帧 这个50帧呢 你要注意啊 这个50帧呢 你要进行一下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3帧 因为我们这边是3帧的小燕子 大家知道吧 3帧的小燕子呢 这个边呢是6帧 那我就用50帧 减去6帧 应该等于44帧 剩下这44帧 要除以3 因为3帧的小燕子 要除以3 能除开才行呢 如果除不开呢 就调整帧数 44除上3 等于14.666 你看 那这样不够呢 我要给这边 也给它加一帧 我再除以试试呢 那就是45帧 45帧 我先减去一个6帧 不是 45帧不用减6了 那就45帧 除以一个3 正好是15次 这儿呢 就应该是 这儿41 加1 就是45 除上3 等于15 那我这50 这儿加一帧 从哪儿加 我这儿加一帧 这边也得加一帧 对吧 那我只能从这里边 减掉一帧 这边减一帧 这边减一帧 那这点呢 就应该剩42帧 这么调整 因为你总帧数 不能变的 对吧 那这个高度呢 就是15乘上2 等于30 这个就是我们这落差的距离啊 就是你从这点开始 但是织这种方法呢 一般的呢 我们是这儿呢 还要减去4帧 然后4行 4行左右 就是1到1.5厘米 要出现的话呢 你就后片呢 给它减掉4行 然后前片支的时候呢 前片多加4行 这样你整体的长度是不变的啊 这个底下 从这儿开始 所以说你这个衣服怎么计算呢 就是你这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30行 还差30行 30加4 差34行 够你这65厘米的 就够你总长度的时候 够你总长度的时候 这儿是30行 加4行的时候 你就开始织这小燕子斜尖 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往下织 这儿还减掉 这儿是15次 15次 15次到这儿 把这儿一收就行了 这个就是后片 就这么计算的